近日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已经正式落下帷幕 最终阿根廷人举起了大力神杯 在卡塔尔世界杯落幕之后 国内的球迷也开始分流 一部分球迷开始关注欧洲联赛 而另一部分球迷则是关心起了中超联赛 不过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前国组主帅李铁案件的最新进展 如今距离李铁被带走调查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李铁案件的众多细节也正在一一披露出来 而且牵扯到李铁案件中的人也越来越多 球迷们都希望已通过李铁案件 彻查国族内部存在的问题 回顾李铁案件 李铁涉嫌严重违法主要是经济犯罪 涉案金额达数亿元 李铁光在沈阳的一家银行就有存款意义 这只是李铁存款的一部分 它在海外还有很多资产 名下有将近十家公司 基本上是垄断了足球产业链 包括体育器材 精训教育等行业 李铁的家人也参与其中 等待调查只是时间问题 除了经济犯罪之外 本次最严重的问题是一次在国家队执教期间滥用职权 要求球员必须签约他合作的经济公司 第三个重大问题就是曝光昔日执教河北华夏幸福期间 曾经主导过一次假球 帮助河北队顺利冲抄 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已经非常严重 因此假球 赌球和黑球是本次李铁案件审查的重点 尤其是在在国家队时期滥用职权的问题 是球迷们关心的重点 众所周知 李铁带队参加了世域赛的比赛 不过在整个世域赛国足可谓踢的是一塌糊涂 白白浪费了晋级世界杯的机会 并且为了更好的备战世界杯国足方 请了四位规划球员 这四人分别是艾克森 费南多 阿兰以及洛国富 实力方面 艾克森曾两次获得过中超进靴 曾入选过巴西国家队 而洛国富同样获得过中超进靴 至于阿兰曾领跑欧联杯射手吧 欧洲联赛十大新兴之一 虽然他们都已经过了巅峰期 但是在国角中仍然属于佼佼者 但是李铁对规划球员的使用 遭到了广大球迷的质疑 费南多一场比赛都没有踢 而另一位规划球员埃克森 在后面几轮比赛也是从机场 直接返回巴西 要知道埃克森在中国男足的年薪 是7600万人民币 而费南多的年薪 也达到了5800万人民币之多 足鞋花了这么多钱 请他们来过家队效力 为什么这些球员上场的时间会少之又少 这些问题一直围绕在球迷身边难以解答 就在球迷们对于规划球员的使用 还议论纷纷时 近日前国足规划球员洛伯父 也首次谈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位1988年出生的老将 今年在米内罗美洲队效力 并且出场次数不少 他自己表示 很可能会在2024年就结束了自己的足球生涯 这也意味着 下一届国足的试育赛12强的比赛奖没有洛伯父 在本届试育赛中 李铁虽然招来了洛伯父 但是出场时间十分有限 洛伯父在中超效力很长时间 曾在山东泰山 华夏幸福等多支俱乐部踢过球 目前的洛伯父效力于米内罗美洲队 上个赛季出场28次贡献了4球和2个助攻 但是他表示自己和米内罗的合同仅仅剩下一年 并且希望自己在2024年之前 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洛伯父的此举很有可能与自己在国足不受待见有关系 在世遇赛12强赛时 洛伯父虽然入选李铁的国家队 但是出场时间很有限 在所有规划球员中 洛伯父最为尴尬 出场时间少争议最大 尽管他自己表示很尊重主帅李铁 但是李铁并没有给他充足的尊重 在国足12强赛的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 洛伯父皆是替补 与越南队的比赛他机会也不多 客场和沙特的比赛打入一球后 洛伯父终于在之后迎来了两场首发机会 他的飞身赌球并没有得到国内媒体人的尊重 反而有人说他回防不到位 之后国足就一路下滑早早出局 其实懂球的球迷来看 洛伯父在国足队内的作用很重要 但是李铁并不喜欢这类球员 反而重要一些国内球员 而事实证明洛伯父首发的几场比赛 国足都能取得优势 并且在半场压制对手 让球迷们看到了赢球的希望 如果洛伯父一旦在2024年前选择退役的话 那么洛伯父也只能和李铁和国足说再见了 据了解在下一届试育赛亚洲 将会有八个以上的出现名额 但是一旦规划球员不参加 李铁国足目前的实力进入八强非常的困难 这也意味着即便是世界杯阔军 也大概率和中国足球五元 对此球迷们有什么样的看法